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文俊 我是瑋茹 過年快到了 這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開心的是誰 小朋友 對 要收紅包 放假 收紅包 難過的是誰 像我這種家庭主婦 你嗎 發紅包 出很多錢 另外還有就是家庭主婦 為什麼 因為要大嫂子 網路上就票選 家庭主婦最討厭掃哪裡 第一名就是廚房 很少 而且裡面有很多黴菌 細菌 浴室也很討厭 也是黴菌跟尿垢 男人小便常常不準 亂噴 寝室也一樣 灰塵 塵蠻 客廳也是一樣 也是灰塵跟塵蠻 你有沒有大掃除 有 當然有 但我真的也是覺得 廚房真的是最難清 像這些黴菌 細菌 裡面有清乾淨的話 有可能會讓你記憶力下降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樣正確的打掃你的家裡 是的 我們一開始先從廚房來看 其實廚房的黴菌 細菌 是一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油煙的問題 像是這位陽性家庭主婦 他今年67歲 他其實在健檢的時候就發現 他左上肺有一個1.7公分的節節 去切片檢查之後 竟然是避陷癌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個 他沒有抽菸的習慣 再來他三生其實都滿健康的 都是在家煮 醫生就推測 應該是跟他在家煮是有關係 因為他廚房油煙非常多 所以整個環境應該都是懸浮例子 接下來他發現果然是第一期的肺腺 但還好做了手術之後 現在已經康復了 這就問一下劉醫師 這種因為油煙引起的肺癌 我們知道肺癌分很多種 油煙引起的大概是哪一種 而且另外就是油煙除了 對肺部有傷害之外 聽說他傷害是全身是不是 對 一般對我們來講 我們說肺癌的分類 我們從細胞的型態去分類 主要先分兩大 一個就是小細胞 一個就是非小細胞 非小細胞又分所謂的腺癌 臨狀細胞跟大細胞 如果跟抽菸比較有關的 就是所謂的小細胞跟臨狀細胞 所以大部分又以男生居多 可是腺癌基本上 所有肺癌裡面佔了50%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來講 大部分反而常見是在女生 而且是這些可能在 沒有抽菸的患者 大部分常見是腺癌 所以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就會發現說大部分是家庭主婦 或者是有些是廚師 他可能在吸附這些油煙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空氣污染的過程當中 而得到這個肺腺癌 為什麼會在油煙的過程當中 會得到癌症呢 基本上來講是因為我們在 肩主的過程 其實都會產生一些 不好的油煙 這些油煙不管是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甚至有一些氫化物 或者是所謂多盤芳香廳 或者一些全類的東西 這些其實對我們的黏膜 都會受到刺激 那這些黏膜 不管是我們的眼睛 不管是我們的鼻子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本來假如說 呼吸道就相對敏感的患者 他就反覆的造成發炎 吸進去之後 他就會從我們的肺炮 到我們的微血管進行吸收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研究裡面 發現說空汙嚴重的地方 或者是你長期在吸入 這些油煙的患者 其實也會增加 這個心血管的疾病 那他一樣會被暈到全身去 對 那這些東西 因為他又會有細胞毒性 所以就會可能會造成 後面離癌的風險 其實油煙傷害真的是全身的 做一頓飯 如果你沒有好好做一些 排煙的動作的話 等於吸兩包煙 對 但媽媽來說是一個傷害 因為我們畢竟不想要外食 都會選擇這個家族 可是吸到這個油煙 我們有這個茶飲 可以幫助肺排毒嗎 吳醫師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個 補氣趨失的這個 不肺茶 顧肺的 那因為中醫的理論裡面 這個肺跟我們的皮毛 是有關係的 它跟大腸有關係 相表裡對不對 肺大胃皮 心小腸 然後它的隔壁 它就是大腸筋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肺子這個部分 跟皮毛黏膜 支氣管 肺炮這個跟有關係 所以邊打掃也要什麼 邊顧肺的 不能抽了兩包煙 事情還滿大的 所以我們在茶裡面 我們就用了淮山 陳皮 玉竹 然後要補氣 但又怕大家喝了太燥熱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打掃的時候 它會口乾舌澡 所以我們用的 森我們用的是太子森 然後用的百合 然後用的黃棋 另外我們加了一些 因為最近好像又有一點在那邊 蠢蠢欲動的疫情 所以我們也把我們的魚腥草 或者是我們的薄荷 這些都放進來 還有加一點甘草 然後加一些桑白皮 都是皮 喝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個茶很什麼 很溫潤的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苦味的 這樣只是會有一點 因為陳皮會喝起來 有點小酸酸 但是基本上還可以接受 所以當你在喝茶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健脾的 有驅濕的 有補肺的 顧肺的 麻煩先把它熬煮起來 然後當茶慢慢喝 休息一下 馬上喝一喝 然後再繼續工作 味道也不錯就對了 味道不錯的 其實家裡面大部分 都會有抽油煙機 可是抽油煙機就是很容易髒 看老師要怎麼清 要怎麼清 其實抽油煙機 就代表媽媽的肺的乾淨程度 如果真的已經太髒了 我建議你就是買新的來換 不要勉強就對了 真的不要勉強 那如果還是非常髒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可以直接 用這個清潔劑了 因為沒有辦法對不對 但是清潔劑用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打開窗戶通風 然後清潔劑一定是由上往下噴 不要由下往上噴 因為你由下往上正好吸進去 是 所以要拆下來再噴就對了 對 然後或者是說 你要濾網的時候 你記得它轉一下 你就噴一下 轉一下噴一下 轉一下就噴一下 對 然後因為我們 噴了之後 我會有這個清潔劑在上面 那其實現在有一些 這個蒸汽的東西 蒸汽的 對 我個人還滿喜歡用 因為你就不需要用清潔劑 那你就是只要裝水 但是如果太髒的話 你就先噴清潔劑 然後如果還好的話 你就直接這樣噴一噴 然後 像在我們外面 去做汽車美濃的時候這樣 搶熱水庫 對 然後它是熱的 所以你用完之後 對 你就只要擦乾淨就好了 是 那這樣子 你就沒有這些清潔劑的問題 OK 就很簡單 就可以清掉這個濾網 對 然後像這個 這個除油盒 對 我們就給它 就是一樣 我們可以噴一下 這個最難清 對 然後你噴完之後 你看這個油 真的油都依出來了 小心不要被噴到了 這個蒸汽的是到處都有是不是 其實這個又好像還滿廉價的 然後事實上也還滿容易 好用的 對 但是如果是太油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點清潔劑 把它洗一下 也是可以的 對 然後家裡的這個 臭油煙機要保持乾淨 因為臭油煙機越髒的話 就代表媽媽的肺越不乾淨 沒錯 就是簡單的方法教給大家 臭油煙機真的要清乾淨 因為有的時候你臭油煙機 裝錯位置或是公分數不到的話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裝飾品 前因我們臭油煙機 到底要怎麼樣安裝 怎麼裝才對 其實臭煙機一般在台灣 我們其實跟歐美跟日本比起來 我們其實拉得比較高一點點 對 這個典故 就是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 他們喜歡熱炒 有沒有 媽媽喜歡熱炒炒菜 你如果太假 大火要炒 對 它如果離太近的話 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危險 那其實一般我們在台灣裝 其實不要超過70公分是比較好 你說不要 就是你的檯面 高度是不是 對 你自己拿一下尺量一下 你的檯面拉上去之後 不要超過70 因為超過70 那個吸力基本上會減弱滿多的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開窗的部分 對 因為很多 現在很多建案 它的那個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炒菜的地方後面可能有一扇窗 對 那扇窗 其實基本上它除了很難清潔以外 媽媽通常都喜歡把它打開 說那比較通風 其實那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它打開之後 外面有外面的氣流 當你在吸的時候 有可能是吸到外面 不是吸到你真正的這個 下面的這些油煙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亂流 那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把它關起來之後 把你後面或側面的門開一個小縫 讓氣流一進一出 這樣吸掉是最準的 那如果你想要測試很簡單 你就點一柱香 你就放在那邊 看那煙怎麼飄 對 因為香的那個煙是比較微弱的 看得比較清楚 你就點在那邊 孫妹也可以拜拜 然後孫妹也可以拜拜 你就看那個煙在跑 你大概就知道說 平常那個煙 到底有沒有吸到那個裡面去 再來湊煙機 其實它有分很多的品牌 但是它其實都會有個 公歸約束的一個吸力的 一個可以參考 對 但是因為形式的不同 馬達的出力 雖然是可能比較大 但是它相反 它吸力有可能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真的就是你點一柱香 就去那個店裡面 實際適合就對了 這樣是最準的 是 對 沒錯 那如果我們家裡廚房 要變成無油煙的 廚房要怎麼改造 其實無油煙的廚房 第一個你要選對你的抽煙機 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可能自己要做一下功課 去拿一柱香到處去試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 它懸掛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測試它的這個高度 因為師傅有時候來裝 可能會裝到給你裝到70幾 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真的不要裝那麼高 因為抽煙機它是奶下去 它凹下去 你撞不到 如果你真的怕撞到 還有一種是壁掛式的 壁掛式的 對 那一種是完全你怎麼撞 也撞不到的 那個也是可以做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中間的那個牆壁的部分 因為牆壁的部分 通常它在不好清潔的時候 會附著非常多的油在上面 那你也清不掉 那就變成你在煮菜的時候 心求救恨一起吸進去 因為它會加熱 它那其實更糟糕 所以我們的那個牆 要把它變成比較好 好擦拭的一個材質 第一個磁磚的縫是最難擦拭的 所以通常如果你們家已經磁磚了 我們就建議說 你乾脆訂一塊耐熱的烤漆玻璃 把它蓋上去 這樣是最方便的 又好清理 對 又好清理 那你每一次弄完 其實擦一擦都非常方便 它也不怕是熱之類的 都不擔心 如果我們照你這樣講的話 大概花多少錢 你說換個抽油煙機 大概是五千到一萬 你說要烤漆的玻璃大概是七千到兩萬 對 要看長度 看大小 要看長度 然後人造時的檯面美容 也是六千到一萬 所以改造一個廚房 大概就花個四萬塊 四萬塊錢 對 這個是最便宜的價錢 最便宜的價錢 當然抽油煙機有更貴的可以選 就是說最基本的 自己可以大概預計 這個大概四五萬塊的預算左右 這樣子 就可以把家裡的廚房弄成 比較不會傷到自己肺部的地方 沒錯 這是還蠻值得去投資的 不過我們常常講說 家裡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就想說廁所 因為你要大小便都在那裡 但是其實是廚房 是不是知道 劉醫師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說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敵人 大部分都不是敵人 大部分都是第二個 所以我們大部分現在來講 你看在廚房的時候 在衛浴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抽風機 乾燥機 我們會把很多的重兵擺在那邊 可是廚房就變成說 它箱形之下就突顯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廚房的過程 其實我們都知道 那裡是一個潮濕的環境 會在那邊蒸煮東西 所以它也是一個高溫的環境 第三個是因為我們會食物殘渣 或者一些油煙 提供給這一些病原菌 很好的養分的來源 所以等於是就像我們人類一樣 這個陽光 空氣 水 它三個都有了 在這個地方裡面 它又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這樣提供他們去沾附的 包括說像菜瓜布 沾板 還有包括說抽油煙機 冰箱的手把 還有包括我們的流理台 這些地方包括說 我們手部上的一個不清潔 或者是我們食物 有一些可能未清洗過的 我們都習慣就放在上面 其實上面都有一些細菌 不管是金黃色 葡萄酒菌 或者是有些沙門氏菌 甚至黴菌或者是有一些病毒 其實就會連帶 就把這個地方汙染了 所以也為什麼在廚房裡面 常常是一個我們會看到 反而是最髒的地方 我們講問一下最厲害 最會清潔的譚老師 你的廚房 你平常如果在使用完畢之後 你會有哪些小細節 讓這些細菌不要那麼滋生 其實我就是馬上清潔 馬上清潔 對 因為你煮完飯的時候熱熱的 你就馬上擦的話 其實你就很容易去除掉 那我覺得最在意的是抹布 抹布 對 還有菜瓜布 這個其實很多研究 就是說它是非常 就是很容易傳播 就是那個儲存的細菌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每次抹布用完 那我就立刻就會用那個水洗乾淨之後 我一定會泡漂白水 泡漂白水 對 對 對 然後再曬乾 那砧板我一定要講一下 為什麼呢 砧板一定要伸手時分離 這是最基本的 對 那砧板如果你切的是有蛋白質的東西 一定要記得不要用熱水沖 因為蛋白質的東西 遇到熱水的話它會凝固 對 所以你砧板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先用冷水沖 沖完之後你再記得 再給它刷洗乾淨 然後要定期的煮跟清洗它 對 其實廚房是我們每天煮曬的地方 如果沒弄乾淨其實就很容易 病就從口入了 然後加上廚房又是一個高溫的環境 所以其實這種又有食物在 所以細菌 蟑螂 都很容易在那邊 不好好清潔真的是一個最髒的地方 另外台灣是一個很潮濕的地方 潮濕就容易長黴菌 但是黴菌對有什麼傷害 很多人都覺得只是過敏 或是皮膚癢 或是自己長一些癬而已 但你知道嗎 外國竟然有得到黴菌感染 竟然會引起失智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我們在清潔菊家環境的時候 大部分人還是習慣使用一些化學的清潔劑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沒有清乾劑 其實殘留到我們體內也是很困擾 譚老師今天要教我們一個 天然的橘皮清潔劑 對 現在不是很多橘子嗎 那你吃剩的橘子皮 你就把它放到鍋子裡面去 然後你加的水很簡單 就是沒過橘皮就可以了 然後沒過橘皮之後 你就把它煮到開 然後開了之後 對 煮開之後 你再給它轉小火 再煮一陣子 大概煮個十幾分鐘 然後你就會得到這樣子的那個 橘子水 橘子水 那這橘子水有兩種做法 你可以加醋的話 酸性就可以進去浴室 然後鹼性就可以進去廚房 所以你就是大概 這個你如果是要進廚房的 你大概就是100比1的醋 加這個是進去浴室的 但是如果進廚房的小蘇打 就是200的 那你這樣泡好之後 你可以清烤箱 因為我們很怕烤箱 微波爐有一些化學殘丟 你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你可以再放在這裡面 那這種天然的 你就沒有什麼好擔憂的 然後你把它拌勻之後 你可以加在噴瓶裡面 那或者因為這個太燙 那個是塑膠的 我們就不加進去 你可以直接就放在這個烤盤 你看這上面有一些污垢的 你就可以先給它淋下去 給它泡一陣子 然後讓它 因為這個它沒有什麼化學的東西 所以它會比較久一點 我建議你稍微可以泡個半天左右 然後再稍微輕輕刷一下 它就會很乾淨 對 我們家裡除了油污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毒素 就是黴菌 這個黴菌對我們人的記憶力 很有很大的影響 像是這位澳洲的營養師 他就說他們夫妻搬家之後 到了這個新家 陸續出現過敏 甚至是記憶力下降 連自己的名字都會忘記 健康這個問題困擾 他加近六年的時間 事後才發現原來跟家中 漏水潮濕是有關係 因為你會發現他地毯一搬起來 上面有大量的黴菌 之後他們就選擇搬家 果然搬家之後 大腦功能就恢復正常 真的真的很奇怪 現在問一下劉醫師 第一個 黴菌的感染為什麼這麼厲害 很容易說家裡一個地方有黴菌 好像就搞到全家都是有黴菌 這到底是有什麼特色 另外就是 黴菌到底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影響 其實黴菌在台灣算是一個 很適合生長的環境 因為它是喜歡潮濕的環境 第二件事情是你看不到它 所以它的包子在到處亂飄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管是吸入 或接觸到都會碰到 另外就是它在生長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黴菌根會往下 所以很多人以為說 我這邊長黴菌 我只要把它擦掉 或是表皮把它削掉就沒事了 裡面還有就對了 你沒辦法清乾淨就對了 所以它會造成它的 在清潔上的一個不是那麼容易 甚至包括我們平常在日常的治療上 你會看到不管在治療體現 或者是灰指甲 它治療時間都是要算月的 所以就比較難斷根 對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 很困擾的一個病原菌 所以如果當我們在 遇到黴菌的感染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看得到 不管從我們的皮膚 頭銜 臉的地方 身體的體現 我們手部 竹部的一個 所謂的香港腳 或者是灰指甲 這些都是一個黴菌耗發的地方 可是假如當我們又吃進去的時候 甚至還會影響到 我們身體的部分 包括我們常知道的時候 折取毒素 黃取毒素 會造成我們感染的問題 然後還有肺部的部分 所以之前我一個病人 他是50多歲 他有患過腎臟 患過腎臟之後 我們都知道他免疫低下 其實黴菌 他很少會直接造成感染 可是在這些免疫低下的族群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當這個病人 他有一天他就說 他其實平常就有一個鼻子過敏的情況 不過這幾天 他覺得連嗅覺都聽不到了 那治療的抗生素 治療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他覺得都沒有改善 所以就跑到醫院來 那我們就想說 這個感覺就是一個 難治療的鼻痘癌 所以就照著這樣 實際上就發現 整個鼻痘都已經 整個都霧掉了 代表說裡面還是很多的記憶 那我們就說 可能要轉到有鼻歐科 去做手術去接觸親 結果就發現說 這裡面竟然發現 有很多的黴菌 那甚至已經有黴菌球在裡面 那這樣子的黴菌球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就要去找原因 所以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那時候 是不是最近有搬家 還是說 這個有去打掃什麼環境 那可能在這個打掃的過程當中 導致些黴菌的吸入 而造成附著 他說沒有 他們反而最近在家裡 還擺了很多盆栽 這盆栽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會不建議 假如你本身家裡 是有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有在使用 免疫抑制劑的病人 家裡擺太多的盆栽 因為我們都知道 黴菌總共有 將近有14萬多的 這麼多 多種的黴菌 300多種會跟我們人體的感染 有關係 那黴菌它很容易會在 我們的土長中會增生 所以假如說 你在家裡擺很多的盆栽的時候 空氣流通又不好 那其實你就是漸漸的 把這些黴菌包子就吸進去了 那我們它本身就鼻子過敏 所以鼻腔的分泌物就多 那這些東西包子就很容易 在這個地方生長 OK 其實一般的黴菌是不容易 在人體裡面長出來的 因為那個人體並不是那麼適合 黴菌生長的一個環境 可是好像劉醫師剛剛講 如果你有癌症 或是一些免疫力底下的狀況 當然就可能會長出來 當然我們剛才講到說 黴菌到底會不會引發失子 這其實爭論很多 目前並沒有直接證據說 黴菌會引發失子 比如說但是如果你黴菌到很嚴重 變成腦膜炎 當然就可能會引起失子 但是因為阿滋海默症 這個東西的成因還很多 只是我們說 黴菌確實是很困擾 確實是會影響到全身 體表也會 吸進去也會 黴菌本身產生毒素也會影響 所以真的要小心黴菌這個東西 沒錯 特別是台灣氣候這麼潮濕 最容易長霉的地方 就是我們浴室 我們浴室裡面有非常多地方會長霉 還有這些地方要怎麼清 錢藝 其實一般我們講說 浴室長霉的地方先了解說 大概哪些地方長霉 看看為什麼會長霉 因為廁所基本上 如果你們家是沒有窗戶的話 那就很糟糕 但是我們有一些輔助的用品 可以去做 比如說抽風機或是開門 你用這個不是嗎 廚師機之類的東西 但是一般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的這個廁所 它永遠裡面馬桶裡面是有水的 所以它的含水率 因為排位差不多 像現在大概70% 基本上你要把它降到很低 是很困難的時間 所以你只能夠讓它保持通風 現在有一些抽風機 它是24小時可以迅轉的 對 小小力的旋轉 你把它的門稍微開一個縫 或者是留一點縫 讓它可以進去保持乾燥 如果有窗戶的話 記得一定要開窗 除了你人在洗外 走了你就把它打開就對了 通風 對 下雨也沒有關係 反正裡面都濕的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到你要打掃的時候 就有幾個比較注意 通常最會發霉就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瓷磚縫 就瓷磚的縫隙有沒有 黑黑的 那瓷磚的縫隙 為什麼它會發霉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 瓷磚縫隙你把它用放大鏡看 它是顆粒的 粉狀的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小孔洞 那裡面對梅菌來講 應該住得滿舒服的 所以它就卡在裡面 而且會越卡越深 所以你不管怎麼去刷 刷不到裡面 都刷不到裡面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所謂的瓷磚 那瓷磚本身 因為雖然它是有點像樹脂形狀 可是因為它還是有毛細孔 它可以撐得比瓷磚縫久一點 可是久了還是會撐不住 那如果遇到這個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以考慮 就是買一些除霉的 敷霉劑 對 敷霉劑 你可以買好一點的 在初期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你一個禮拜 或者是一個月 反正你到了時間你就給它拆拆的 定期噴一噴就對了 噴一噴 你也不用管它 因為噴一噴之後 你現在就用廁所再衝就好了 對 然後再來它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像我們的五金箭 交接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去噴一些這個 對 它有一些是去水垢 因為水垢那個地方是有礦物質的 那個地方其實有沒有 你記得那個水旁邊都會黑黑的 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地方 你要清乾淨 反正就拆拆的 洗手順便弄弄 好 那到最後真的是沒有救的時候 沒有救的時候 搬家了 對 那水垢的部分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以前我們有教說用那個 比如說什麼漂白水去貼 那個不是沒有效 有效 可是輕度的有效 如果以重度的沒有效 我真的很建議就是把它割掉重打 重打的時候你去買 你要注意像這兩管都是水垢 你看除了造型不一樣 其實它的內容物是不同的 它會分成酸性跟中性的 有分 對 手上這個是酸性 酸性它是打在戶外的 酸性是戶外 對 它比較可以抗紫外線 這些東西 所以它會稍微會有些揮發物質 你聞會有點酸酸的味道 那不要買到這個 不然你就糟糕了 不要買酸性的 對 壽命會減短 然後你建議你是買中性的 中性其實它有分防媒款 跟沒有防媒款的 但是我可以誠實的跟大家講 不管買到再好 我曾經買過香港水族館 用打水族鋼的那一個 專用的 這麼強 一樣發媒 只是它的時間可以拉得比較長 對 但是這個有決於 你平常的保養的時段 所以大家有個概念就是說 實力控其實一支也沒有多少錢 你打完其實你就買貴一點的 可以撐長一點 平常好好的保養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磁磚縫的部分 磁磚縫的部分 其實一般我們在DIY 其實很難去自己做處理 但是我會建議就是說 可以買這種 比如說這種厚補型的這種填縫器 因為這一種填縫器它的內容物 其實跟實力控有一點像 它的原理就是說塗上去之後 它變成白白 第一個比較美觀 然後第二個 它會把它的那些縫隙把它填掉 填滿之後你去摸它 它有點像橡皮一樣的感覺 但是你要做之前 你要拿一支螺賴靶 就是螺絲起子 把它那個縫最好是跑一遍 跑一遍 或者用沙巴把它磨一磨 磨完之後然後再把它塗上去 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跟你好像塗牙膏這樣塗一塗 對 塗完就可以了 這些其實都不會花到很多錢 對 難得你看這些除媒工具 難得跟錢一講的大部分都跟錢有關 難得會介紹一些比較便宜的東西 但是我可以說一下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在你裝潢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進口 像義大利 歐洲的那個是 幾乎是不太會長霉的 是有的 對 但一般還是先考慮這個 那我們還是請譚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然後找一些比較便宜的方法 幫我們除一下浴室的水漬 還有這些怎樣除媒 其實去除黴菌很簡單 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漂白水 你就只要很簡單的 就把漂白水倒出來 但是你用漂白水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打開窗戶通風 而且漂白水不要跟任何的東西併用 尤其不要跟酸性的 那你這個廚房的 那個就是浴室的縫隙 你就把這個清乾淨 你就直接像敷臉一樣 把它敷上去 對 就所有的這些什麼 你的縫隙 磁磚縫隙什麼 你就敷上去 然後只要隔個大概半個小時 你再去刷一下就可以了 像敷面膜一樣 這個就會去除黴菌了是不是 對 其實這個水龍頭 常常很難去清除它 其實你的牙膏 牙膏 對 然後你就沾一點檸檬栓 然後去刷它 其實就可以很快的就把它刷乾淨 這個把這些水製消乾淨 對 因為這個水垢幾乎都是碳酸鈣 碳酸鎂 所以它必須用酸性的去去除它 然後去溶掉它 對 那你就把它刷一刷之後 如果還沒有覺得很亮 像這邊都已經開始掉了 但如果說你覺得還不夠的時候 你就給它放置一陣子 然後再把它洗乾淨就可以了 但是最重要 其實你平常的保養 就是你洗完澡 我們知道可以先用冷水 把所有的浴室瓷磚牆壁 沖一遍 沖一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長黴菌 就是溫度跟濕度 那你就先降溫 然後之後再把除湿機放進去 打開來 對 這些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所以廁所要記得除湿 我們體內也要跟著一起除湿 吳醫師有茶飲 可以幫我們體內除湿 對 當我們打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前身筋骨痠痛 因為有的時候一掃不可收拾 一直下去 所以很多在這陣子 真的很多病人都跟你講說 吳醫師 我現在打掃打到一半 可是我這樣筋骨痠痛 那所以我們今天用的 有這個什麼 筋骨就跟我們的腎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有骨腎 然後還要去濕 那去濕呢 剛剛大家都不是說 這個物品 浴室 廁所 要整個把它去濕 但我們身體也要去濕 在這種天氣裡面 有兩個濕會黏在我們身上 一個是含濕 一個是濕熱 所以我今天用了兩個藥材 一個叫禽椒 禽椒 請椒 一個叫禽火 那這個禽火它比較特殊就是說 它雖然對這個濕驅除之外 它也有什麼 對寒也有什麼 驅除的效果 然後它還可以什麼 也可以補腎 然後增加我們身體的一個循環 也可以驅除我們身體的什麼 頭痛 牙痛 還有筋骨痠痛 腰膝痠痛 這個部分 所以禽火我們有名方叫禽火寄生湯 就是用它的 對我們的正確坐骨神經痛都有效 那在剛剛說 大家很少聽到我們說個禽椒 那這個禽椒 其實我們就叫小禽椒 那它對於什麼 它跟剛剛的禽火比較不一樣 它有驅蜂 有除濕 但是它沒有驅寒 所以基本上就兩個搭配起來說 對我們這個部分有效 然後再來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身體的濕 剛剛當然中醫講說 脾胃的這個脾 脾主濕 但是它這個大廣義的 然後除了脾胃之外 就是我們家的茯苓 然後又要把氣送上去 還要把它什麼 元氣用上來 所以我們加了黃金 精神的金 然後這個黃金 然後加上我們的杜咒 也要被引到下膠來 然後有一個什麼 我們的燒藥 燒藥可以讓我們的筋骨 還有肌肉可以舒緩 所以當你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邊打掃 然後邊可以喝喝茶飲的時候 一方面可以去濕 去寒 還可以止我們的鼻痛 然後增加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跟除濕的效果 所以過年的時候 家庭主婦一面打掃 就可以一面喝這道茶飲 其實過年大家都希望除臼不息 所以家裡面免不了 就要油漆 可是小心 如果你油漆用的不對 小心吸入一大堆的甲醛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希望家裡面看起來 就是欣欣的 所以就要油漆 可是劉醫師 你說油漆裡面 很容易會有甲醛 那甲醛到底對人體的傷害有哪些 而且除了油漆之外 家裡還有哪些狀況布置裡面 可能也會有甲醛 一般對我們來講 我們常常在狀況的過程 包括說我們的油漆 還有包括說有時候要貼壁紙 可能要上一些膠 或者是我們要做一些櫃子 櫃子裡面會有一些膠 或者是說它有的是貼皮的 那同樣這些所謂的有機種劑裡面 可能就含有這些甲醛 或者一些圈內的揮發性的物質 那如果假如說量是不大 像現在很多他會強調 他的建築的這建材 是滴甲醛 可是這個滴甲醛 他沒辦法滴到完全是沒有 對 所以只能盡量的滴 可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還是沒有在注意這一塊的時候 他可能給你選擇 相當比較劣等的一些建材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曝露到 比較相對高的甲醛 那這時候曝露到的話 短期當然對我們黏膜的組織 不管是眼睛 呼吸道 它就會有一定的刺激感 那另外包括說像有一些 它會大量 比較大量吸入的話 會造成我們肝臟 或者背部的一個受傷 那比較擔心的是長期 假如說我們使用的一個 低濃度的甲醛 長期暴露在一個通緝不良的環境中 那這時候你吸久了 因為圈內本身對我們細胞 就會產生細胞毒性 這時候就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那一般對我們來講 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剛才前陣子 我們家在做一些小局部的裝潢 做到一點錢就好 過人前要給它裝很好這樣之類 那時候就選擇 建材當然就先選擇低甲醛 因為它在台灣的進口區 它分類裡面 它沒辦法分到真的完全是零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它只能告訴你說是相對是低 相對低甲醛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要搬進去 因為其實先在外面租 然後你在那邊裝潢的時候 我們就要搬進去之前 其實你就抓超過兩個禮拜 然後就是先把裡面 先把暖氣打開 早上你出門前就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到下午你回家 人還不能住進去 然後那兩個禮拜就這樣做 早上就把它打開 那裡面的溫度高一點 然後之後在下午回去的時候 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 就是把它的揮發物質散出去 那好處是因為你在相對高溫的環境的時候 這些揮發物質比較能夠跑出來 對 那這時候你再去做清除甲醛的動作 把它散開 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那當然在住進去之後 我們其實還是有持續把它在做空氣清淨機 所以還是要做 對 還是要做 因為基本上你也不確定在 這個甲醛的濃度到底是會到多少 對 所以基本上對我們來講 這個東西是看不到的 可是還是會造成我們人體的受傷 對 可怕的甲醛 它可能有時候沒有立即性的危害 可是累積久了 它還是會有一些細胞的毒性 所以過年的時候在裝潢 或是在做一些遊戲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沒錯 就是裝潢之後 可以像劉醫師一樣靜置一段時間 但是潛意說在裝潢之前就可以先去甲醛 又要用錢解決了嗎 對 錢其實確實可以解決 蠻多問題的 真的 可以先去甲醛 我剛剛補充一下 其實台灣是買得到全部零甲醛的 是買得到的 因為我曾經我買過 連那個膠都是原裝鏡頭 是零的 對 我有做過一場是這樣子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我做完之後我自己的經驗 就不到一個月就脫膠了 沒有很黏就對了 對 它沒有很黏 因為台灣濕度太高 後來屋主說 好了 我還是吸甲醛好了 因為脫膠沒有辦法處理 對 剛才言歸正傳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甲醛之前 其實台灣有一些服務就是說 因為剛剛提到說板材 比如說你要做不管是櫃子 或者是什麼東西 木工的板子 到了現場之後 其實你可以請人過來做除甲醛的動作 可以先做 對 它除甲醛不是把它的膠弄不見 而是在上面噴塗一層除甲醛的 一個溶劑在上面 那它的原理就是說 當甲醛釋放出來 經過它的那一層 火的時候它會減掉非常非常多 對 那這個是事前做的 那如果是事前沒有做 可能你就自己要買那個DIY的 那個過來噴 對 事後過來噴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維持現場的通風 因為我都跟客戶講說 甲醛這個東西就跟你在裡面抽菸一樣 你待越久衝後關起來它會越濃 對 會越濃 那你如果回家一整天了 像你很濃的話你進去吸一口 就會非常的痛苦 只是說你沒有感覺 但是菸你會有感覺 所以你會避開 但是甲醛因為無色無味 所以你沒有感覺 所以一般就是讓它保持通風 那現在我們還有一些 像什麼全熱交換機什麼之類的 還可以在APP上面做控制的 就可以 對 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就可以先把它導出去 就會好一些 這油漆也有假權 那我們在過程的時候要再刷油漆 這油漆我們要怎麼選 其實油漆 基本上你可以問它有沒有測試報告 願不願意出無毒證明 那我知道台灣其實很多的油漆廠商 可是願意出的就是你可以選擇一下 有一些進口之類它會 然後每一個品牌當中 它其實也會出一兩個是那種完全無毒 但是那個夾差非常非常貴 非常非常貴 但你可以做一個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漆完油漆之後 就盡量像剛才的意思講的 就是過一段時間進去 讓它第一次最濃的時候 會發掉之後 之後再慢慢去稀釋它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只油漆 不管是我們的家具 只要有黏著氣的 其實大部分都有 對 其實如果你搬新家 也可以請潛意 去建築大口的生物業 沒有 潛意的作用很重要 因為油漆也不是亂刷 油漆的顏色搭配 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生活空間 對 因為我們在台灣 其實大家都就是在顏色這一方面 大家其實以前的教育 沒有那麼的濃厚 對 以至於大家在選顏色的時候說 我要藍色 白色 綠色 大概就這樣子 隨便選 對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常常女生 會看那個雜誌有沒有 雜誌還有一些是什麼 比如說化妝品 它的盒子 那個顏色我們舉例說什麼XX3 名牌的盒子 奧卡蒂亞或什麼之類的 它的那個顏色 其實花了好幾百萬調出來的 其實你可以去參考那個顏色 比如說你想要騎個紅色的牆 那你就看看紅色的化妝品 有名的大品牌那幾個 你就挑個喜歡的 去照那個去對照它的顏色去調 你的客廳 廚房 你就建議要用什麼顏色 其實一般住家我們都比較建議 就是用一些中間顏色 像前一陣子很流行 什麼莫蘭迪色之類的 它其實是在各個顏色裡面 加上一些灰 其實一般我們講白色對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白色其實就有400多種了 對 所以我們專用的色卡裡面 可能就幾乎快要上萬種的顏色 所以你在挑的時候 我建議可以挑中間色 而不是絕對色 因為像紅跟黃 它是最艷跟最亮的顏色 那個你就是看到色谷上面漆下去 你在家裡面睡的絕對不安靈 會很不舒服 所以臥室要什麼顏色 臥室其實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比較暖色系 不要那麼冷 暖色系 暖色系 但是你也不要太暖很黃 感覺很熱 然後你可以調一些 黃色加灰的顏色 其實色谷你可以慢慢挑 暖色系你就可以挑一些 比如說國外的雜誌 去對他們的那個顏色 因為印刷出來那個顏色 可以去對色卡 那廚房呢 廚房你覺得要什麼顏色 廚房就不要太熱的顏色 因為我們在有火 會熱 但是你在餐廳 就可以用一些橘色 黃色 增加自己的食慾 但是在廚房裡面有火 我們大部分建議 比較冷色系的顏色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平常去看電視 客廳 你覺得要什麼顏色才讓我們 客廳的顏色是最重要的一個中間色 因為最長待的時間就在那裡 因為常常大家犯了一個設計的錯誤 喜歡在那個電視牆上面 搞一些花樣 很鮮豔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看電視的時候 一直在看旁邊大理石的紋路 不是說大理石不好 就是說你可以選比較溫和一點的 對 像那種 比如說我們講說 它是比較中間色的 你看起來你電視機才是主體 你不是看電視看旁邊的旁邊 對 所以我們挑的這個顏色是為了要去襯托 我們居家裡面其他的東西 它不是主角 它是拿來襯底用的 大家有這個觀念 所以顏色可以改變我們的空間 改變很多事情 不過我們還是最擔心還是甲醛 那除了甲醛 除了像前翼 都是用錢解決之外 我會這樣談老師 你說種植物也可以是不是 對 這個是環保樹 也做過蠻多的研究 他是發現了 你如果在室內放一些植物的話 其實可以加一些有毒物質 那它怎麼放呢 第一個你大概三坪放一株 三坪要放一株 對 但是剛才像劉醫師他有講過 你要記得你的盆栽 澆水的話一定要拿到外面去澆 而且一定要等水都瀝乾了 然後再拿到室內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如果積水 還會有登革熱的風險 那再來你一定要曬得到陽光 為什麼呢 因為它才會進行光合作用 然後它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光 它會釋出二氧化碳 它反而是不好的 好 那其實他們就發現到 就是說第一個最有效的 其實這每個地方做的不大一樣 那就發現那個波士頓聖捲 它可以降低這個什麼 二氧化碳 然後甲醛 三氯乙烯這類的 那像黃金格 它就最擅長出的叫甲醛 這個很常見 對 這個其實 台灣的環保樹做起來 它是第一名 然後它可以 也可以讓一些家中的這些VOC 也可以降低 對 然後還有橡膠樹 對 但是我們一般的話 其實我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那個黃金格 黃金格 所以這種植物推薦給大家 這些都可以 因為過年大早 什麼免不了會搬一些東西 搬一搬就五時間 搬一搬就拉傷 有穴道可以舒緩這些 吳醫師 對 通常我們會有一些穴道 從手到腳 因為一定要用手來刷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用的 第一個穴道就是陽溪穴 那陽溪穴 它基本上是手陽明大腸精 所以已經是什麼 跟大母哥有關係的穴道 所以你只要把我們的 因為它其實是長在 我們的手背這個部分 跟大母哥交接的地方 你把大母哥身上 把它掰正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 這一條有一條金有沒有 用這一手 這樣 突出來的 這個金 這個金凹陷的這個點 就是我們的陽溪穴 然後要按下面一點 靠近我們的腕骨這個地方 所以你按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要有酸脹的感覺 有沒有 那個酸脹 那它不只在對這個 像這個我們說的 指尖的發炎 腕骨的時候 手的酸痛 甚至於有時候那個 剛剛不是打浴室嗎 打浴室喉嚨有點不舒服 這個也可以給它 然後吞口水 然後配合這樣按 你會發現 喉嚨的舒緩度會增加 然後第二個穴道 我們大概叫什麼 背骨 背骨 一下子要上去 要下來 爬的方向 要蹲 要拖地 一下子就把抽屜的東西拿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的腰膝都會怎麼樣 不舒服 全身的筋都很緊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最管我們全身的筋的穴道 叫陽鱗泉 陽鱗泉 那陽鱗泉 它其實是我們的胆筋的河穴 那它在哪裡 常常會聽到 陽鱗泉對不對 那它在我們的膝蓋 膝蓋的外側 膝蓋外側 你摸下去會有一個 特別突出的骨頭 在這個飛骨小頭 那飛骨小頭摸到了以後 往前下方 前下方有沒有一個凹陷點 這個凹陷 你按下去你會覺得特別痠 這個地方就叫陽鱗泉 按的時候可以怎樣 左三線右三線 用力再按下去 配合呼吸 因為它跟我們的筋有關係 譬如說抽筋 然後我們筋骨酸痛 甚至於它會管到什麼 肩頸這邊 這間有個病人 所以肩頸痠也可以按就對了 對 因為我有病人 他說 衛醫師 我跟妳講 我膝蓋外面那邊 你記得幫我按針下去 我說為什麼針下去 他說你上次幫我針下去 我整個肩頸就很鬆了 它是一個很瘦的病人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穴 在我們的膝蓋 剛剛是膝蓋外側 那我們再來就是膝蓋的後面 那這個在哪裡 膝果窩 那我們有一句俗話叫做 腰背尾中球 腰背尾中球 我們就用尾中 那它是我們的什麼 這個膝蓋的穴道 那它用怎麼按呢 你看它就 它在我們的膝蓋後面 有一條橫紋 管橫紋在個中間的地方 有沒有 就是中間這個點 你摸下去 它會有兩條筋的感覺 有一個窩 這個筋的中間點 你按的時候可以什麼 你可以坐著 然後可以這樣 這樣上下 可以坐著 比如說我們坐在地板 然後這樣子動它 然後動的時候用腳 對 還有像尾爐這樣子 按的時候可以什麼 用力按 然後可以深呼吸 按壓力的時候 壓的時候要什麼 酸一點 OK 然後這樣放上來 彈上來 你會發現 整個肩 頸 還有腰都很舒服 OK 學生三文學校 給大家這個過年 即將要大掃除的家庭主婦 讓你們緩解全身的痠痛 另外家庭主婦在大掃除 還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東西一大堆 不知道收到哪裡 家裡又不夠大 這時候收納就非常重要 廣告之後就教你 最厲害的收納術 每次到過年的時候 家裡主婦就有個困擾 每次在收入的時候才發現 自己今年怎麼又多買了 這麼多的衣服 這麼多的東西 想要好好的收起來 又發現 特別是台北 寸土寸金 你怎麼可能買到很大的房子 我們又不是潛意對不對 所以收東西就變得很困難 潛意你有沒有辦法 其實收納基本上是這樣 你花的錢跟多 跟錢跟少 其實跟收納只有一點點的關係而已 你只要把基礎做好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樣 像反而我們有些客人是花大錢的 叫我們做更衣式 金幣 反而那個收納量是比較少 因為你要看一些名牌店 衣服只掛幾件 它才能賣比較貴 但是我們一般的家裡面不可能 一定很多的衣服 所以我們會建議客戶 就是我們把大機體都做好之後 就算你去買一個衣櫃一樣 但是你拉開抽屜的裡面 一定都是空的 你怎麼放 疊起來下面就不好拿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客戶說 你去找一些小東西 當然如果有專用 你找得到是最好 如果找不到 其實你可以朝文具類的東西去拿 我們是很建議去文具行找 因為文具行裡面 都有很多小的壓克力之類的 第一個重點 它一定要有分門別類 比如說你內衣褲的就內衣褲的 襪子就襪子 你如果混在一起到時候 最後你就會放棄 一定會亂 所以收納第一招叫做分門別類 一樣的東西放一起就對了 對 就是每一個 各自要有一個家 對 你就跟小朋友一樣 你就說這個是外套的家 然後這個是內衣褲的家 就把它分好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抽屜裡面 就是我剛剛提到 要善用它的隔板跟隔層 像這個樣子 你去買的時候 或許你會覺得說 這個隔層長得不是很好看 但重點是它放上去之後 其實就看不太到了 就實用就好 對 像這些東西 你們在外面看到 大部分都是文具店可以找得到 像這個抽屜裡面的小飾品 你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那個是冰塊的盒子 這個很冰塊 對 它是冰塊的盒子 冰塊盒子很便宜 你去買這個放在裡面 你放幾個鑽石卡地都可以放 對 所以我們要善用這些小的東西 因為文具都是桌上用的 它的體積一定會比這些東西更小 所以它比較容易 可以收納到這個裡面去 但是這些東西 你安排好之後有一個重點 就是有一句名言叫做 哪裡拿的放回哪裡去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可以亂放 所以就三個口訣 第一個就是要分門別類 第二個就要善用隔間 第三個就是從哪裡拿出來的 用完記得趕快放回去 而且放回去要好好摺 不是隨便亂摺 特別說我換進棉被 衣服到底要怎麼收納 對啊 問一下台老師 對 其實這個收納就是要一目瞭然 要不然你常常會覺得說 我明明有買什麼 但是什麼都沒有了 對 都找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一目瞭然 那像這個被子的話 我要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跟動物有關的毛 那你就不要抽真空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些毛可能就會受損 但是你可以把它折起來 然後我建議不要套這個塑膠袋 把它密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你放在櫃子裡面 然後你開除濕機的時候 如果你是封起來 它其實沒有除濕效果 對 那你有幾個做法 就是看你的盒子的大小 然後你就可以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都沒有關係 然後你就是先一邊折起來 留一個口袋 然後剩下這個你要用捲的 或用折的都沒有問題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收到這個袋子裡面 塞到大家折過來的那個口袋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管怎麼收 它都不會丟 對 就是完整的 這個真的很神奇 對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 你家的櫃子上 然後你就可以 或者是一個收納盒 這是很毛毯的折法 對 然後衣服 我們一定要一目瞭然 那你可以厚的就是放一邊 然後薄的放一邊 那你的折法就是三分之一 不管什麼衣服 你都可以三分之一折法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很好 就可以找到那個位置 那帽梯很簡單 它的帽子就是它的袋子 所以你就是慢慢的折 把它折進來 塞進來之後 它就是不管你怎麼看 它都不會丟 什麼抽出來都不會散掉 對 因為我覺得很多媽媽很辛苦 對 然後很多媽媽很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拿一件衣服之後 全部都散了 那你要重折 那太麻煩了 那個沒有帽子要怎麼塞 對 那你一樣找出它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你就折在這個三分之一 其實這個收行李箱 因為現在很多人出國 要出國 對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手法 你就是折到它的領子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折過來 然後你就再把它 領子就是袋子 對 然後你又折起來 就是要找地方塞進去對不對 對 這都不會散 這都不會散的 OK 好 這個褲子可能大家就覺得比較難 其實褲子是最簡單的 怎麼做 牛仔褲 對 你可以 這個牛仔褲 你就把它這個 拖出來的 對 然後就把它的這個褲頭 當成你的那個袋子 然後你的這個 它這個屁股會比較大一點 你就把它折進來一點 然後你可以折得更小一點 我折的是比較大 你可以更小一點 這邊就會一個袋子了 對 然後你的衣服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放的 你收的時候就這樣一件一件 那你要拿的時候就抽出來就可以 可是很方便 對 那就不會散的一趟糊塗 這樣就很容易就可以 那個拿取你要的 那你的內衣也會這樣折嗎 像我們穿這種內衣也這樣折嗎 弄薄的怎麼最難折的 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一樣就找出它的三分之一 你不管什麼樣的衣服 都可以折一個口袋出來 對 所以 你很容易就折得到 其實不管內褲也是一樣的 內褲也可以 但是內褲折起來的話 這裡剛好沒有 對 你就是反而就是 你可以把它捲成一個桶狀型的 那這個你就可以把它收進來 對 就好完整 就不會閃開來 然後再把它擺進去 很容易把衣服都折得很好 對 而且很容易拿去 有沒有看到劉醫師 你家的衣櫥你都怎麼廚師 怎麼處理 基本上我的習慣會放 所謂的活性炭 另外就是放一些廚師技的一些東西 擺在角落的地方 對 那如果可以的話 像我們外出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把所有的衣櫥的門打開 然後裡面如果是開廚師機 就順便一起廚師 對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再把它關起來再關掉 不然如果你把它悶在衣櫥裡面 其實你外面除濕除得到 可是衣櫥裡面 其實除濕是不會除得很好的 那台老師你家的衣櫥有沒有怎麼到 其實我有放一個濕度計 我每一個房間都放一個濕度計 濕度計就可以告訴你溫度濕度時間 那我就像劉醫師一樣 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把所有櫃子門都打開 然後除濕機一定放在房子的中間 對 然後就打開讓它除濕 那要問一下前衣 那你家怎麼處理廚師 我是更衣室 所以我就把廚師機放在那個 因為我有裝那個吊影式的 就從天花板除就好了 然後用手機控制就可以了 很高級喔 很高級就對了 對 那你都射在哪裡 你都射在幾多 射在大概你就 因為裡面可以乾一點 有時候我穿回去衣服髒 順便讓它當乾燥 就射在50以下也可以 它們關起來很快就除濕除掉了 而且不用倒水 水會直接流掉 OK 很方便 其實現在過年的時間已經快到了 大家都慢慢的進入大掃除的時間 那大掃除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安全 讓小君自己不要跌倒 如果真的大掃除很累 全身痠痛的時候 記得使用無民族老師的 那幾個穴道 希望今天的過年 大家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我們健康看臉 下次見 Bye By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